观众没有最新消息来为您插播 农委会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 针对国内的非洲猪瘟最新疫情召开记者会 说明肉品检验的进度跟后续的管理办法 而根据统计从去年8月28号到今年1月23号 总共是完成了简体数868件 而由于23、24号连续两天都是由民众 攜带具有非洲猪瘟的肉制品入境 农委会表示从明天开始 将进行入境的限制 过了12点以后 我们就开始处理 就是开始有关 你如果被攜带肉类产品入境的话 那被划20万 那你如果是 就是被划20万 你没有办法在被滞留的这段时间之内 缴清你的划款 那基本上我们就记得你入境 可以听到农委会指出 只要民众违法 攜带肉制品 除了面临20万的罚款之外 如果在台滞留期间 没有缴完罚款 将会拒绝第二次入境 让民众不能够在侥幸的入关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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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